大家好,我是周老师 现在很多人常想久坐 狗得后腰部一直处于压健康的状态 向大家分享一个穴位 它叫腰阳关穴 这个穴位是阳气通行的关矮 在人体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如果人体的阳气不足 就会表现出无精打采的状态 还有会出现疲惫困倦 虚寒怕冷等等表现 在下上由于缺乏室外活动 常常久坐就容易诱发 有急性坐骨神经问题 腰痛等等表现 腰阳关穴具有输筋活络 去寒除湿的作用 对腰部的日常保养有非常好的作用 腰阳关穴的位置很好讲 腰阳关穴位于两侧 差前上肌连线 与脊柱交界处 取卸时顺着腰两侧 向下摸 会摸到腰下有一块骨头 这是刹骨 双手的大拇指 在刹骨的边缘处固定住 然后双手中指 在背后 在背后交汇 在背后终点的连线处就是腰阳关穴 刺激腰阳关穴可以采用点按的方法 食指中指并拢 压在腰阳关穴力度适中的旋转点油 每次点油 每次点油腰阳关穴5到10分钟 也可以用筋螺拍拍打 力度适中的拍打 每次5到10分钟 如果你老觉得腰不舒服 可以试试用腰阳关穴 做日常的保健 好 本次的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支持 谢谢大家